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们 如果你们有菲律宾英文老师 你们愿意吗 愿意 我们在台湾是在补习班里面担任英文老师 那像我们一开场就讲 其实很多人去学英文的时候 就喜欢感受是美国人 或是加拿大人 或是白人 欧洲人 好像比较少看到东南亚的老师 可能会不习惯 或者不信任 要让他们知道 对哦 菲律宾全世界 有很多菲律宾教授 英文和其他东西 那你想改变台湾人 对这个菲律宾老师的印象 可能也是 跟你自己在菲律宾 是在师范大学求学有关系吗 我们那边都在讨论 要有技术和方法 所以可能我们没有 西方的看法 我们没有西方的语言 其他人没有 但是他们有的方法 最重要就是 你这么教小孩 他可以学习那个语言 原来菲律宾哪里 可以学好好的英文 那应该在台湾 他当英文老师 他也可以教小朋友 这么讲好好的英文 对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外国人 以他的外表来讲 就是说跟他学英文 应该是蛮不错的 第一个印象是这样 可是之前在讲的是 那他们在菲律宾学教学的时候 他有的除了英文很棒以外 他有教学的技巧 对不对 让学生可以马上进入状况 我觉得一辈子的事情是 在他的心里面很小的时候 大概两三岁的时候 就开始萌芽 这个爱会跟着他一辈子 他觉得英文对他而言 跟喝开水一样 跟喝开水一样 是生活了 那这就是我对T-T-Lin 真的非常感谢你 这么多年来 学英文啊 学英文啊 其实套用了中国作家的 三个 九个字 就是不要怕 不要脸 不要挤 不要挤 像你一样 你第一次看到 你的俄罗俄学生 我问你 我问你 我问你什么 我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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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觉得 菲律宾英文老师 你觉得 有给你这么感觉 就很大方便 然后很 他就是 刚刚他们 其实学的时候 很快乐 妈妈是愿意 给菲律宾老师 那应该有什么印象呢 当然 她在愿意 跟英文 菲律宾英文老师 给你学习 第一个的话 就是有 就是有蛮熟的 第一个是朋友嘛 然后快乐 因为后来教英文 然后妈妈想要那种学习 而且她 相信没有老师 她相信菲律宾老师 可以带我们来 真正的英文 鼓励他们 一样愿意 就试试看 菲律宾英文老师 你怎么跟他们说呢 其实没有什么抹茶 只是 有些口音而已 但是他们教的其实 就是真的是英文 而且他们教的方式 把他比那些西方的老师 还要更加的 是用护装的方式 而且是学习 他有那种学习 就满满就这样有 直线有直线有直线 就不会超时被你去背起来 那种学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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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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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